好 下面一个问题 他这里讲很简单 说拜请直视心性 那我直视心性是什么 首先一个 我没有明星见星 这个佛已经明星见星 所以他能开示误入佛之之间 这直视心性就是让你误入 佛是开示 你要误入 那么佛虽然能开示 但是呢 我们不肯误入 那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自己 让你去误 让你去入这个境界 那我们要是没有明星见星 怎么办呢 有一个好方法 凡夫 可以凭这个方法 很快的 阿弥陀佛就是心性 欧一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节里讲 举此体 作弥陀名号 这个体就是心性 整个心性 作弥陀的名号 换句话说 弥陀的名号 就是心性 所以能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就是啊 入信性 这个功德无量无边了 文书般若经上讲啊 念一佛功德 与十方诸佛功德无二 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 这个功德有多大呢 跟十方诸佛一样 你能吸获诸佛无量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念这句佛号 就是回归自信 诸佛的功德 就是回归自信啊 自信里具足无量功德 所以 你让我讲 直视心性 那我就教你 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就能解信 你让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 你不用去断烦恼 不用去消业障 烦恼自然断 业障自然小 暗和 道庙 巧入 无声啊 不知不觉 你就 见了性了 就称佛了 所以 这是离一切凡夫情节 凡夫不可思议的法门 不仅凡夫不可思议啊 连菩萨都很难信 这欧义大师讲的 因为这是 诸佛所行的境界 你只要肯信 你肯修 你就能得这个功德 不仅凡夫不可思议啊